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并不表示军事行动已经全部结束 强调还会来持续对哈马斯进行打击行动 那么可以看到纳坦雅胡这一次是表示说 结束这个激烈战争阶段之后 会把部分的兵力调到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界来进行防御 纳坦雅胡表示只要哈马斯仍然控制着加萨 战争就不会结束 那么他也表示美国以及以色列因为相关武器交付延误 发生了争执很快就能够获得解决 因为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朗特 周日就已经出发前往美国了 要讨论的是关于加萨战争的下一阶段 还有以离战事升级等议题 田庄发射火箭弹瞄准敌人 哈马斯在加萨持续锁定以色列坦克进行打击 不过另一头 空袭警报伴随爆炸声响 紧邻黎巴嫩边境以色列境内的北部地区 又遭争执当锁定 铁穹防空飞弹出马拦截空中爆出烟雾 发动攻击的就是真主党 他们最近频频嗆瞎 有能力击溃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甚至扬言要和以色列全面开战 美国智库认为真主党拥有4.5万到10万兵力 而且短中长城飞弹库存恐怕上看15万枚 最厉害的还是他们的士兵训练 被CNN记者认为既有纪律更有作战实力 真主党背后当然有伊朗支持 而且当地有陆路连接叙利亚 并一路通往伊朗 据传真主党战事也曾接受伊朗训练 以色列要对付这样的真主党 也让外界更加担心 北部万一全面开战 但以色列的铁虫防空系统恐怕不堪负荷 至于以色列在加萨的地面作战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以色列强调是有限度打击 遭加萨拉法市长打脸 当地老百姓生活也过不下去 住下后的加萨缺乏饮用水 加上物资匮乏 现在连水桶价格都狂飙 美军设置的浮动码头 又面临拆除命运 人道物资要怎么进入加萨 恐怕是最大问题 TV别新闻都不到 好 再来要把焦点转向到俄罗斯 因为在这边最南端的达吉斯坦 共和国稍早传出严重的枪击案 有多名的枪手袭击当地的犹太会堂 还有东正教堂 那么根据CN的报道 包含枪手在内有至少17人死亡 这当中包含15名的警察 相信我们要连线国际组的记者玉萱 可以听到窗外传来大量枪声 而目击着从窗外拍下的影片显示 有几位持枪的黑衣男子 正朝着某一处不断开枪 这起枪击案发生在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 马哈卡奇拉市和120公里远的沿海地区 德本市共两座东正教堂 两座犹太会堂和一处交通警察检查站 遭不明枪手袭击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与歹徒展开激烈薄火 大量警车也赶到现场瞬间交通大乱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训职警员确切死亡地点 另外德本市其中一座遭攻击的教堂里 有一位保全遭枪杀 一位神父则是遭割喉致死 当地犹太会堂遭纵火 现场还不时传出警方与歹徒枪战的声响 警方也急忙驱散伪官的民众 同时在马哈卡奇拉的教堂 有19位神父则是警锁大门避难 最后导致其中一位歹徒被警察击毙 当地犹太教堂则是因为里面都没人 没有任何人伤亡 但实际枪手人数以及动机都还有待调查 而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的战事上面看到 动用了重达三弓段的Fab3000高爆航空弹 这是俄罗斯首次使用这样子的炸弹 而攻击的目标是哈尔科夫一栋五层楼高的公寓大楼 那么乌克兰就宣称了这样的攻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52人受伤 不过附近的监视器也拍下说 在爆炸瞬间有一名就在炸坡范围内的妇女 幸运捡回一命 监视录影器拍到这名乌克兰妇女原本好端端的走在人行道上 没想到眼前突然炸出火光 玻璃碎片满天飞 但妇女命真大竟然还能站起来赶紧逃命 这就是二军首度对乌克兰哈尔科夫 动用FAB-3000高爆航空弹的攻击瞬间画面 号称超级炸弹的FAB-3000爆炸威力之大 让攻击目标瞬间灰飞湮灭 这次二军袭击的攻击大楼被炸过后几乎面目全非 乌克兰官方宣称攻击至少造成三死五十二伤 乌克兰总统泽洛斯基再次痛批俄罗斯是恐怖分子 哈尔科夫的学校毕业典礼同样都得在地下防空斗里举办 不过这群乌克兰毕业生没有被俄军下跑 他们在乌克兰国旗上留下签名 希望能送到前线激励官兵 TPBS新闻 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东北亚这边 美国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抵达南韩釜山军港 准备要参加月底的自由刀刃军演 那么这场演习是美日韩三国第一次单独进行联合军演 此外美军陆战队也宣布 他们要在关岛设立第三支的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来强化印太战略 从空中俯瞰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的甲板上战机挺好挺满 这双美军航舰周六抵达南韩南部的釜山军港 这是继卡尔文森号在去年11月返韩后 时隔7个月再由美军航空母舰停靠南韩 罗斯福号是这次演练的指挥舰 演习项目包括海上作战 反潜战 防空以及其他战术演练 虽然美方声称这次军演是事先安排好的 但在大陆强权日益壮大以及北韩核武威胁升高的情势之下 三国团结展现贺阻意味相当浓厚 仍然美国和罗斯坡的同盟不滥 香港的军事 美国的双方拥有新军选择的选择 新军选择选择 这点有意义的力量 日韩美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近期在华府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指出 陆战队冰海作战团在夏威夷冲绳成军之后 将在几年内也在关岛设立 这种规模较小反应能力快速的部队 将成为保卫日本 南韩菲律宾等美国条约盟友 和其他伙伴的贺阻力量 来抗衡北京 也就是说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两栖部队 将整合准备好支援任何 和训练行动来应付东亚战局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日本的政局会不会有变化呢 因为根据日本共同社公布的最新民调 现在只有大约一成的日本民众 希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继续的执政 而有超过三成的人认为希望他尽快辞职 在这份民调当中 岸田支持度再度下探只有22.2% 不支持率则是高达了62.4% 另外还有36.6%的民众认为说 希望岸田可以尽快的辞职 将近八成的人认为 目前日本国会通过的 政治资金归正法的修正案 对于处理政治现金回扣的问题 作用不大 岸田文雄支持度是持续的低迷 因此外界也认为说 在9月份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当中他恐怕很难继续的连任 那么根据了美日新闻的民调者 显示说自民党的前干事长石破茂 获得两成的民众支持 被看好说有可能可以接棒首相 另外也看好经济安保大成高市早苗 可以出任到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好其他话题我们要带您看到 今天最终第一线要讨论的就是 日本政府在21号的时候公布 要对在俄乌战争中援助俄罗斯的 中国企业来实施制裁 这就引发了大陆的不满了 详情要请驻北京的特派记者 敏珍告诉我们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表示 日本政府已经在21号决定 针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问题 将参与回避对俄罗斯制裁的 中国大陆等5个国家 共11个团体 列为资产冻结或者是出口禁止的对象 那么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 印度 阿拉伯 乌兹别克 还有哈萨克 那么被列入制裁的名单公司 是包括了为俄罗斯无人机 提供晶片的香港亚太链接有限公司 以及深圳的义路发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对此呢 中国大陆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 也做出了回应 他们表示 中方是坚决反对 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 中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是与俄罗斯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这是中方的合法权利 不容外界来干扰还有破坏 那么大陆外交部 他在记者会上也同时是提到了 日本是不顾大陆的严正立场 执意去追随某些国家 滥失非法的单边制裁 中方对此是表示强烈的不满 以及是反对 必要的时候会采取一些措施 来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利 那么近期其实不只是日本 还有许多国家也针对支援俄罗斯的 中国大陆企业实施制裁 其中一个是美国 最近也扩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包括针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的 中国大陆公司 英国政府也宣布新一轮 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 其中就包括了五家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的企业 好 现在看到尽管中国大陆 很努力的要修补与欧洲的经贸关系 但是根据大陆的商务部的最新统计 在今年前五个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就年减幅高到28.2% 也就代表了说中国在吸引海外投资上面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的 那为什么呢 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敏真 大陆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 4125亿人民币 是年减了28.2% 那么彭博就分析了 这个跌幅是大于4月的27.9% 延续了去年6月以来的跌势 这项衡量外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指标 是已经连续第12个月来下降了 对于这个数据 大陆的商务部也做出了说明 他们表示今年前五个月 大陆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为21,764家 那么年增17.4% 是延续了去年以来 新设企业较快增长的趋势 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还是处于历史高位的 金额会有所下降 是受到去年高基数的影响 大陆商务部还同时提到 会持续推动多项措施来加大吸引外资 那么对于大陆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彭博士提出了评论 认为在忧心经济前景的背景下 海外资金流出现了历史性的下滑 中国大陆领导层一直在设法提着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大陆的信心 那么在今年2月的时候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就提到了 稳定外商投资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并且承诺会继续扩大市场 并改善公平竞争环境 不过面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低价 倾销策略 那么加拿大跟进欧美 他们现在打算要针对中国的电动车 提高关税了 不过此时此刻 德国的副总理正在访问北京 与中方的官员讨论到关税问题的时候 德国有释出善意 他们说关税是最后的手段 双方可以好好的沟通 波兰总统杜达和夫人 专机抵达北京 展开五天国事访问 将与习近平会谈 可能触及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关税 在此之前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先抵达中国大陆 哈贝克会见大陆国家发改委主任 郑珊杰 这是欧盟打算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高关税后 首度有欧盟高层访华 外媒指出哈贝克对北京官员说 欧盟提议的关税 不是惩罚性关税 德国态度放软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赞赏德国 并扬言 将透过WTO提出诉讼 根据彭博消息 继美国欧盟后 加拿大也计划向中国电动车 提高关税 应对中方产能过剩 有的国家在谈所谓中国新能产业的产能过剩 我觉得这个是显然违背市场规律和经济常识 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 中国大陆纯电动车普及价格竞争激烈 令较少纯电车型的日系车商陷入苦战 擬上汽车将关闭江苏 长洲的车厂 TV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商务部举办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 那么台湾是有超过120位的企业代表与会 再次成为了最大代表团之一 来看一下现场 很多中小型企业在推动海外布局的时候 对于成本以及租税负担较为敏感 这就是我们推动台美签署ADTA的原因 美国统计在2022年 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达到220亿美元 那同一年美国对台湾的直接投资 也有170亿美元 不过现在双方最关切的 还是避免这个双重课税协定的签订 那目前呢 这个美台快速减免双重课税法案 是卡关在参议院 时迟没有进展 驻美代表于大雷也说 不会放弃希望会持续的来进行游说 再来要看回到国内 胡信前事官新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海捕鱼 结果却迷航被大陆海警给救起 至今还被滞留超过了3个月的时间 立委陈玉珍就和胡信前事官的家属 在22号的时候来大陆探视 结果也发现了他在这边吃好睡好 还胖了8公斤 总算放下行了 船停慢慢靠岸上头载车大陆搭船到金门的民众 而立委陈玉珍也在上头 原来他前一天带着迷航钓客 胡信前事官的家属到大陆探视 下午搭船返台 背着后背包走下船 陈玉珍显得有点疲惫 而走在前方的是被滞留在大陆的胡信前事官的家属 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放下了 他很好吃得好住得好 就心里就放下很多了 最起码都胖得快8公斤了 变白白胖胖的 回来的时候希望说政府能够注重这件事情 能够说赶快把那个渔船 那个0214的事情赶快把它处理好 因为将心比心 你们处理得快而且就回来得快 金门级两民调客 吴姓男子跟胡姓男子 三月出海捕鱼 却因为迷航漂流到大陆 被当地海警救起 但胡姓男子由于当时有军人身份被滞留 事发后六天 胡姓男子先被送回台湾 胡姓前事官则迟迟无法回家 幸好家人指出这回总算碰面 谈了一两个小时 我们也是希望他找入口才好 入口也应该在这方面 这个有关这个 有关我们两个 就是我们台湾基本上 如果到大陆区有什么事 可能还是入口也有责任 本来就应该积极地犯了 一家人见到被滞留三个多月的 胡姓男子 都忍不住情绪 不仅妈妈激动落泪 女儿更和爸爸说考试拿了100分 胡姓男子则回应 多考两次100分 爸爸就回家了 尽管陆方目前没有透露 何时会放人 但能见到他平安健康 也让家人安心不少 TV新闻终合报道 好 中国大陆从2016年开始 有了限寒令 禁止南韩艺人一切 在大陆的演艺活动 但是从去年开始 官方似乎在慢慢地吃水温了 限寒令逐渐解封 有不少K-POP团体 到对岸来参与商演 以及举办签售会 但现在却有韩国乐团 原定7月份开专场演唱会 遭到无预警的取消 到底怎么回事呢 相信要连线记者余文 近期大陆吹起 限寒令解封的消息 不只现在有韩团 能够到大陆开签名会等等 更是能够参加 各大音乐季的活动 而且是不少团跟歌手 都有参加 让大陆喜欢K-POP的粉丝们 都相当期待 但是近期却有乐团7月 要到北京开唱 甚至连许可证都有了 但根据韩媒报道 韩国独立摇滚乐团 Say Su Me 原本7月将与北京举行演出 不料近日却无预警遭到取消 乐团也在IG表示 演出的海报都已经制作完成 却接到取消的通知 让他们伤心发挥 说原本以为 信寒令吹来了暖风 但太可惜了 总有一天 能够见到中国的各位吧 而主办方则称 因为这个在中国网路上 引起争议 也让信寒令的解封 似乎又蒙上乌云 郭中寒之间的交流温度 还要看到 现在是在疫情期间 大量流失的陆客 好像已经逐渐的回到南韩了 因为今年5月份 有多达4000名的 中国化妆品公司的员工 乘坐了超大型的邮轮 从上海出发 停靠仁川港 另外一个陆客非常喜欢的观光圣地 也就是冀州岛 也靠着社群传播 迎来一批年轻旅客 深穿韩服的外国观光客 来到位于冀州岛的 朝鲜时代关牙遗址 留下美丽身影 游客群大都是20到40岁的MZ时代 来自中港台汉新加坡等 中华圈的自由行游客 那在来冀州岛之前呢 我在小龙叔做了很多的攻略 然后大家都推荐我们来木关牙玩 这里呢有韩国自己的文化特色 然后也有很多美女在这里拍了很好看的照片 今年前四个月 来到冀州木关牙的外国游客 和去年同比增长了271% 达到17800多名 其中华语地区游客占整体的76% 当地的韩服出租店 特地挂上中文招牌 聘请中国籍员工迎接鲁客 新冠疫情期间 大量流失的中国游客回来南韩了 今年5月 4000名中国化妆品公司员工 乘坐超大型邮轮 从上海出发停靠仁川港 在仁川和首尔观光一天后 返回上海 我们是坐邮轮过来的 然后到达韩国的时候 然后感觉韩国和我们中国的话 相差的不是很大 当然风景也是特别美丽的 庆熙工 然后感受到了一个韩国的文化 非常好 今年第一季 访问人川的邮轮游客 一共9600多名 和去年同比增长了12倍 其中大多数是中国游客 今年4月 访韩外国游客达到146万名 恢复到疫情前的89.5% 中国游客占比最多达到41万人 日本 美国 台湾和越南紧跟在后 中韩之间的民间观光回温 官方之间的交流也动起来 南韩总统以席月和大陆总理李强 决定时隔8年重启韩中自由贸易协定 FTA第二阶段谈判 中韩决定成立加强供应链 合作的沟通窗口韩中出口管制对话 并重启中断13年的韩中投资合作委员会 另外新社外交部和国防部参与的 二加二对话和韩中外交安保对话 引席月政府上任以来往美国倾斜 清美远中的政策 让中韩经贸往来受到一定影响 5月底的中日韩峰会提供契机 中韩关系解冻 未来会如何影响地缘政治 拭目以待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看到这真的是空中惊魂了 大韩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机型客机 航班编号是K1189的 那原本是要从仁川机场飞回台中 但是因为增压系统的异常 导致说班机在3万5千英尺高空的时候 就骤降到2万1千英尺 那9分钟之内下降了约6.4公里 机长是广播要紧急折返 而且机舱内已经掉下了氧气罩 台湾乘客拍下了惊险时刻 那有多名乘客呢 是之后出现了头痛 还有耳膜疼痛 流鼻血等症状 下机之后有13人都送医 搭机飞到一半 氧气面罩全降落 紧急状况 所有人赶紧带上 这架大航空K189航班 从原本3万5千英尺 急速下降到9千多英尺 9分钟内骤降2.1万英尺 台湾乘客带着氧气罩 鼓起勇气镇定录下画面 过程中因为气压关系 乘客头痛 耳朵痛 甚至流鼻血 孩童们吓到大哭 大人们惊魂未定 有小孩就是一直哭得很大声 其实因为听到那些小孩哭很大声 才有点更紧张 搭乘波音737 MAX 8 大航航空班机 原定22号下午4点半 却晚一个半小时6点才起飞 要飞回台中 但在冀州岛上空 突然发生压力系统异常 最后折返回仁川机场 超可怕的 晚上8点40分才返回仁川机场 当时在飞机上的乘客非常不知所措 但机舱内大家都还算冷静 等待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的乘客说明显感觉奏降三次 韩国媒体说机上共125名乘客 7名机组员 其中13人下飞机后马上送医 警销及救务人员也在机场待命 大路程只有7秒钟 那这个可能会长达2到3分钟的大路程 大约就大概差不多将近7公里的距离 飞机奏降很可能在降落期间造成伤亡 如果没马上带氧气罩 很可能陷入昏迷 波音737 MAX引起全球讨论 因为有其他同机型飞机 年初才掉过舱门 近期也事故频传 现在大航空发生压力异常 乘客信有余计 说下次搭机 机种可能会是首要考量 索性最后平安降落 TV北顺 雨昕来林立台报道 现在受到极端高温气候的影响 位于沙瓦地阿阿博的伊斯兰 叫圣地迈迈迈 连日来高温突破摄氏50度 最新统计今年的宗教圣会 迈迈迈朝景 已经传出有至少1301人 因为高温而死亡 那么卖家朝圣是穆斯林一生中都必须要完成一次的宗教活动 根据统计今年有180万人是踏上了朝圣之旅 然而是不止1300多人热死 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没有获得官方许可就参加朝圣 没有许可也等于说这些非法的朝圣者 不可以搭乘官方的交通工具还有使用冷气帐篷 那么官方就统计了救治机构当中有超过14万人是非法朝圣的 而多数的死者都来自于埃及 所以当局现在也撤销了16家相关旅行业者的经营许可证 好 看到南亚最近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灾害频传 南亚的印度最近开始下起了季风雨 也让一度热到摄氏52度的新德里开始降温 只是印度的季风雨却造成了孟加拉下游河水暴涨 部分城市还有出现了淹水灾情 那么事实上孟加拉也被认为是全球 税受气候变迁影响的国家之一 因为孟加拉的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将近5毫米 比全球的平均值高出了七成 那许多过去的海岸线现在都是泡在海里面的 季风雨就像甘霖般从天而降 让饱受极端热浪折磨的印度人终于有了一丝良意 只是同样位于南亚的孟加拉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下在印度的季风雨造成孟加拉的下游河水暴涨 东北大臣希尔赫特有伴坐城市泡在车轮高的洪水里 孟加拉的车夫们运气好的还能骑车前进 但如果到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就只能拉着整辆车缓缓前行 这场雨已经一连下了好几天 学校名宅都难以幸免统统泡在水里 孟加拉为什么淹水这么严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跑到孟加拉沿海地区找答案 这位孟加拉渔夫说海浪拍打的岸边 其实以前是他住的地方 原来随着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孟加拉现在的沿海过去可是内陆地区 学校表示全球海平面每年平均上升3.4毫米 孟加拉海岸线被侵蚀的速度 竟然比均值还要快上七成左右 一下雨就会淹水 风暴一来就得重建家园 这些孟加拉人 正站在全球暖化的最浅线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这边的极端天气 则是中西部有出现 非常强烈的沙尘暴 养起了一整片的沙墙 最新的画面也要交给记者陈运文 好的 您看到这画面是在 中国大陆的内蒙古 卷起了一片沙墙 整个天空都是雾蒙蒙的 因为当地发生了严重的 沙尘暴天气 能见度是低于200公尺 因此在内蒙古的出入境边防站 启动了极端天气的 勤务保障方案 开放全部的查验通道 减少来往边界的车辆 停留在口岸的时间 以确保在沙尘暴期间 边境车辆的通行顺畅 而根据了官方的预报 当地的最大风力达九级 普遍都是黄沙滚滚的沙尘现象 而这波沙尘暴的原因 是因为冷空气的持续影响 导致了中国大陆在中西部多地 都出现了沙尘暴的现象 暑假快到了 但是也有一些乱象开始浮出来 大陆的网站上就出现了很多 真偏向客服老师的广告 标榜说如果有相关经验的话 有利于申请国外的大学 但是有大陆的民众就发现 这个客服行程怎么是以旅游为主 而且费用普遍都很高 调查之后也发现 有可能都是假旅游 真公真旅游假工艺 周小姐在网路上看到偏向客服老师 广告还备注 相关经验可用于申请国外大学的入学机会 他立刻联系 没多久收到面试邀请函 让他很开心 但后来他收到的客服行程 过来管也才七天 但是怎么前四天都是旅游 最后三天也不是全在教书 而是上午客服下午备课 收费新台币一万六 就把他们的公众号从头到尾都翻了一遍 上面他们的学员都是高中毕业生 或者是大学生 他们来参加这个的原因 是想让自己的履历更加丰富一些 能够更好去申请国外的一些学校 偏向客服的机会 大陆网路平台随便搜随便有 例如四川大梁山山区夏令营 里头有一山蓝旅的儿童 感觉是一项爱心教学活动 但实际上却是 这个夏令营它不是做公益的 这个是属于一个商业性质 商业性质却又偏向客服当幌子 当央视记者在问 暑假学生还在学校吗 不然怎么做客服 讲半天就是没有客服相关的细节 却用偏向客服和公益 包装山区旅游来骗钱 网路衣着破烂不堪的儿童照片 还是三年前的 被央视踢爆 直呼经营者拿卖惨照片宣传 用假故事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不仅触犯法律红线 更是败坏社会风气 TVB新闻黄建国陈向如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掌握的是东南亚动态 中国大陆陆与俄罗斯的领导人 在过去一周的时候相继出访了东南亚 这期间像是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等国家都纷纷表达 渴望加入金砖国家 在美中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之下 东南亚许多国家希望是经济上依赖于中国的贸易 但是在安全保护方面呢 又拥护华盛顿 在安保还有投资方面的功能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访问越南 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以及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还有总理范明正等人会面 普京承诺会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签署了至少12份的合作协议 普京访越南受到荣重的接待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助亲康达 也访问越南表达关切 华府将持续深化与越南的往来 以面对与中国大陆的竞争 印尼政府密切关注中国电商拼多多旗下的TAMU 是否会进军印尼 当局担心TAMU的进入印尼市场 可能会对中小企业造成威胁 并且扰乱了国内的供应链 印度新德里5月份的最高温 达到了摄氏52.3度 创下了最高温的记录 对于泰国企业来说 是一个贸易和投资机会 例如空调产品还有各种的饮品 尤其泰国的饮料 在印度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很多人到首尔玩的时候一定会去的就是北村的寒屋村 那有不少名人也会把寒屋重新改建成住宅 像是曾经帮全志贤等名人规划空间设计的设计师 梁队伍这几年也投入了寒屋的改建计划 把有百年历史的老宅融合现代艺术 结合出了不红年代的古董 打造出号称最美寒屋的住宅 一整片黑瓦石墙的传统寒屋建筑 在山坡上错落有致 北村的小巷弄里大量游客穿梭 感受着独特的建筑风格 稍微远离寒屋村的宁静角落 是南韩知名室内设计师梁队伍的家 百年老宅加上梁队伍的空间美学 打造出号称最美寒屋的住宅 把南韩传统结合现代艺术 是这间韩屋最大的特色 朝鲜三国时代的陶冠 就算放在充满现代感的家具旁 也一点都不突兀 作为空间设计的魔法师 梁队伍帮包括全智贤等不少名人 设计住宅 自己住的改造寒屋更是讲究 汇集以往的设计经验 荣和梁队伍设计带有现代美学的家具 以及南韩当代艺术家的画作 让古色古香的韩屋边的优雅又有个性 要打造出这样的韩屋 除了绝佳的设计概念 装点不同角落的艺术作品 更是塑造空间氛围最重要的关键 梁队伍就特别喜欢造访南韩遗产协会 为南韩艺术家打造的展示空间 金玉就是其中一位大展身手的艺术家 透过他的巧手利用传统的七七艺术 打造出具有当代艺术气息的鲜艳作品 在金玉的眼中 这些传统技法不应该只能打造 中规中矩的艺术 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细心打造也能用七七的技法 完成各种充满现代风格的使用家具 梁队伍强调传统就是创新的基础 把空间融入这些经过历史淬炼的文化 希望跟K-POP一样也能带起世界潮流 用传统美学当作语言的设计风格 梁队伍也成为国际时尚品牌 积极邀请合作的对象 但像这样百年建筑修复翻新 在潮流与传统当中游刃有余 才能打造出最美寒屋 展现出这位新生代大师的身后功力 区别新闻综合报导 另外最新族也很疯狂 因为昨天晚上的台北很热闹 多组韩星一起开唱 其中最惊喜的是南韩的饶蛇歌手李永之 现身在实力派歌手都敬秀 DO的演唱会上担任神秘嘉宾 成为身形高挑不娇小的女孩 还会有人爱我吗 韩国饶蛇女歌手李永之 21号发布这首新歌 找来XO成员 DO共浦甜命恋曲 就是最后这一吻 哇李永之还有粉丝们都被大吓到 太可爱了啦 身为个性大咧咧 豪爽出名的永之 这次不仅跟DO22号撞齐 来台开演唱会 更是 你都没露出来了 我没露出来了 我来这边啊 我这不就真的 你过去一点啦 所以 我已经露出了不错 23号惊喜来到DO的 第二场演唱会 当嘉宾全场瞬间沸腾 大疯掉 D.O.J. 永之逃 抢先全世界在台湾 在台北首度合唱这首新歌 最后更是MV同款结尾 永之光速逃跑 让韩国歌迷都说 好羡慕首度合体在台北 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吧 而在同一天 另一场还有她们 叫大家sheesh 但是恍惚声当然更大啦 最强新人Baby Monster 也首度来到北流开场 粉丝爆满 成员们心情很好 更带来最新推出的歌曲 整个周末台北超热闹 K-POP歌迷们表演看到爆 TBS媒体灵转灵文综合报道 还有看到为国真光 说的是在巴黎奥运的倒数阶段 霹雳舞作为首度新森的正式项目 台湾的霹雳舞一哥 孙震 他终于抢下了奥运门票 成为我国第一人 各种招式 他真的还没翻过影 台湾霹雳舞一哥孙震 周一传为好消息 在巴黎奥运资格赛 布达佩斯站成功挤进五环殿堂 加上五月在上海站 总共拿下60分的积分 总排名第十名 顺利挤进奥运窄门 作为巴黎奥运首度新增的正式项目 霹雳舞的资格赛历经两年征赞 在布达佩斯站 首日淘汰24名选手考验中 孙震顺利进到16强 直说在分组赛中 强碰荷兰乌克兰美国等好手 无缘晋级八强以第十五名作收 但还是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人 拿下奥运门票 其实在资格赛上海战时 孙震就必须吃止痛药才能上场 不过他抱着不要愧对 帮自己加油的大家 这心态勇于面对挑战 他的教练苏志鹏也说 其实赛前压力很大 尤其才刚经历脚伤 训练上只能重职不重量 过程中也一度担心他的体能状况 还好都挺过来了 孙震也在粉砖上po文感谢 这一路走来就像云霄飞车一般 数不尽的挑战都在这两年发生 前无古人后来者还是太奇幻了 难得活一次 人生第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参与的奥运 得好好享受这一切才行 也算是圆了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亚运其实是有开放 就是巴黎奥运的名额的 当亚运如果是男子金牌的时候 可以直接有一个 就是种子名额在巴黎奥运 孙震的教练也说 所有人都在关注霹雳舞 成为奥运项目 世界这么多国家 台湾好手能进到奥运 真的不容易 成为我国第一位 登上奥运舞台的霹雳舞选手 孙震誓言要让世界看见 台湾霹雳舞的满满能量 TV别的声音动 又就你厉害报的 还有是YouTuber齐轩 是台湾第一位 获得千万人订阅的创作者 日前他拍片开箱 钻石奖牌 也否认三名对他买流量的质疑 打开黑色箱子 超大钻石奖牌 闪闪发光 他就是台湾第一位 拥有千万订阅的YouTuber齐轩 整个黑色箱子重达7.3公斤 为了庆祝获得这个奖牌 齐轩还开了豪华游艇派对 感谢伙伴 不过走红后 他却遭到网友质疑买订阅 以及流量 亲上火线回应 打到了之后 是有各种质疑的声音 和攻击我的人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 是有点难过 谈言心情受到影响 齐轩也公开后台数据 证明自己没有买过订阅 第一名是来自Shorts的推荐 有96% 什么意思 就代表 他们是先看到我的Shorts影片 然后从Shorts影片来订阅我 齐轩透露 影片达到一千次观看 长影片大约可获得台币六十多元 短影片则是零点六元 自己与团队不断努力 二零二三年七月 才第一次赚到六位数 十月之后 更是一口气冲上六十万元 直呼想要高收益 就要往国外发展 我真的没有买流量 我也没有买过订阅 我在任何平台 都没有花钱买过这两种东西 大家不要再误会了 齐轩也表示 钻石奖牌是台湾Google 主动帮忙申请 直呼自己真的坚持了很久 幸好一路走来都没有放弃 才能获得这样的成就 TVB的新闻庄期的审视 综合报道 鸡蛋的降价潮还没有结束 现在有可能看到鸡肉跟着降价吗 因为台中有一间便当店就宣布 由于最近鸡肉价格平稳 因此他们决定要把鸡腿饭的售价 降个十块钱 另外鸡排饭也便宜五块 有网友大赞太佛心了 大口咬下酥炸鸡腿肉汁立刻爆棚 或是来快炸到金黄的超打鸡排 很多人到便当店用餐 主餐都会选鸡腿或鸡排 现在还有佛心店家宣布 讲咬讲价 网路上有网友发文 台中大甲讲公路上一间便当店 门口贴上告示指出 近日鸡肉价格较为平稳 因此调降价格 鸡腿饭降十元变成一百一十五元 鸡排饭也便宜五块 等于一份一百元 日圆物料的话 那当然会希望说都跟进会更好 这样会增进消费源 现在鸡排一百三一百二 以前大概九十块就有了 对啊 现在鸡排真的越卖越贵 我觉得还好 怎么说 因为每个人的成本不一样 每个人的鸡腿获得方式不一样 其他店家该不该像鸡蛋降价一样 也掀起鸡排鸡腿降价潮 民众看法不同 不过根据台湾农鱼情交易网统计 今年三月二十七号时 两公斤或一点七五到一点九五公斤白肉鸡 每台金约三十四点八元 到了三月二十八号 变为三十四点五元 随后就一路到六月二十一号 价格都维持不变 消费者当然是希望越便越好 可是品质也很重要 不是吗 我觉得是通膨的问题啊 一家便当店宣布鸡肉商品降价 其他店家会不会响应 就看各家业者怎么选择 TVN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彭惠云 请您持续锁定 稍后的Focus世界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